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到咱们会员专响翻牌节目时间了 咱们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这个会员朋友叫我洛基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常听说二战日本陆海军不合是加速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 甚至还有螺丝拧的方向都不同边的离谱说法 请问这个是史料记载还是谣言 希望老师解答 你问我这个螺丝拧的方向同不同 这个我真没听说过 我也不知道是谣言还是历史真实的记载 但是陆海军不合确实是这么回事 其实这个道理也特别简单 因为你想咱们说明治维新推翻幕府 主要是西南四强翻 也就是萨长土肥这四强翻 其中这个土肥它不如萨长 那么在明治维新建立之后 都是萨长的大佬来把持政权 也把持了军队 那基本上就是陆军常州 然后海军萨摩 所以基本上日本海军的这些个元老们 什么西乡从道 什么这帮人 山本权兵卫 什么一东右亨 什么这些人 包括东乡平八郎 他们都是萨摩派 然后陆军的这些元老们 最典型的你像什么大山岩 什么山县友朋 这帮人就都是长州派 而这个长州萨摩 他们在联合岛墓之前很长时间都是对立的 包括禁门之变 双方都是干账的 后来让板本龙马中间一撮合 他们才开始好起来 所以两边本来他就看着个不对眼 那么一派把持海军 一派把持陆军 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都要征军费 钱就这么多 那你谁先 谁这个势力大 谁就多拿 所以到底日本是海主陆从 还是陆主海从 是经过激烈的争论的 最后日本实际上是变成一个陆主海从的国家 因为咱们讲过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 不是一个海权国家 他要到大陆打天下 要到大陆去争霸 所以陆军是很重要 所以陆主海从 你这样一来陆海军的矛盾就非常尖锐了 所以到二战的时候甚至发展到陆军要造航母 海军要造坦克 甚至出现了这种事 所以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人都说陆海军30%的力量对付美国 70%要对付对方 所以才造成的失败 当然这个说法也都比较离谱 可能也都是当时比较夸张的一些说法 你没看到有陆海军明显冲突 或者怎么样 战略上互不配合 也没有这种 你说海军主张南下 打新加坡 打马来亚 打菲律宾 本坚亚晴 山下奉闻 这不都领兵去了吗 所以这个也可能说的有点过了 好 这个 会员朋友李伯蒂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12年老粉 第一次请求提问 说有一个问题 就是英法两国都有国王因叛国罪被处决 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 革命可以理解 但罪名国家都是国王的 怎么能算叛国呢 是不是因为当时欧洲主权在民和社会契约论的启蒙思想深入人心 背叛人民就是叛国 中国古代有没有类似的君主 谢谢 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王背叛人民烂使职权 那是不能用叛国罪的 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王出逃 查理一世逃到苏格兰 他从苏格兰起兵攻打英格兰 因为当时虽然查理一世是苏格兰国王 也是英格兰国王 你是两帮的共主 两帮是共主的两国 但是并没有和邦 他是两个国家 你往那跑 你就背叛了英格兰人民 甚至第二次失败之后 说他想逃到法国 路易十六也是因为出逃 想逃避被神罗占领下的尼德兰 他想逃到那儿 就半路被人劫回来了 所以本来就想杀他们 找不着借口 正好你这一出逃叛国 你国王丢弃了自己的国家 丢弃了自己的人民 是叛国 是这么来的 不是说因为他什么收税 不经过国会 那你给他上不了叛国罪 正好因为你死催的 你把这个把柄 人正想杀人的 你把刀把子给人逼过去 是这么回事 中国古代当然没有这样的君主了 中国古代哪说叛国的君主 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吧 那真是 震计天下 震计国家 这国家都是我的 你至于后来的王朝把他推翻 那你爱给他 按什么罪国都行 也没有按叛国的 没听说过 好 这个 会员朋友 这个 A.N.T.H.O.N.Y.苏 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好 我是您多年的台湾粉丝 请问您有听过八旗文化出版的文明的游牧史观 木兰与麒麟 这类以游牧民族角度看中国历史的史观吗 您如何评价这类解构传统汉人史观以蒙古突厥等游牧民族史观 代替的中国史 这两本书我都没听说过 因为在大陆现在看台湾的历史书是越来越困难了 原来在淘宝上还能够买到 但是到达的时间非常漫长 然后现在就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我那个四月份买了六本书 这个从台湾的朋友给我寄过来 一个礼拜就到福州海关了 4月12号到福州海关 现在还在福州海关呢 估计可能就永远寄不到我手来了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难 所以这个这两本书我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看过这个山山正明 就是日本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山山正明的一些著作 那个就是他用这个游牧民族史观来解构传统的汉人史观 解构传统农耕民族史观 我至少是不太赞成 那种东西就是可谓一说 你看看是另一种观点 但是呢 就是我不相信 说白了就是我不相信 我也不拿他那个当回事 就当那种外来的这个什么 就你比如最简单的那个办法 就是清准战争 清朝跟准格尔之间的这个战争 你要很多按照游牧民族史观来讲的话 这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还是这个清政府平定地方的一种这个战争 这么一种战争 包括跟这个内蒙古就不用说了 包括跟外蒙古跟卡尔卡蒙古 他也是这个 那也是这样啊 好 会员朋友 JEE SING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您好 我是您远在天边的学生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国外的女性婚后都跟丈夫姓 中国古代女性结婚也跟夫姓吗 什么时候废除的呢 望袁老师解惑 中国古代女性结婚当然得按夫姓了 而且那会儿好多这个古代女性 他没有名字 尤其老百姓没有名字 是吧 所以他就是这个随丈夫的姓嘛 你甭说那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看那个街道的那个什么贴的那告示 就比如说选举要选人大代表了什么要选这个选那个选民都有谁 就我小的时候70年代还能看到那什么张王氏 李肇氏 还有这个骑马氏 敦当氏 还有这个呢 就是你随丈夫的那 你看那个香港林郑月娥 对吧 他老公姓林 他叫郑月娥 就把夫姓灌在前面 是吧 包括那个什么原来的政务司陈方安生 方安生嫁给姓陈的 他就把陈灌在前面 宋美龄这么牛逼 蒋宋美龄 对吧 他都得灌这个这个夫姓 所以你说这个灌夫姓什么时候废除的 49年以后吧 应该是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按照 按道理讲 现在是大陆是没有灌夫姓的这个传统了 是这意思啊 好 这个 呃 KVAWNMARTIN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原来求翻牌 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 罗马那个地方归谁管辖 现代的意大利人又是什么人的后代 谢谢 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 罗马那个地方是归哥特人管啊 这个这个西哥特东哥特的近人建立的王国 后来呢也被这个东罗马帝国收复过 这你就听我那个讲的那个就是海洋帝国那个系列的啊 里边都完整的给你讲过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这个罗马人啊 罗马是怎么这么一步一步的管辖的啊 一步后来被诺曼人征服过等等等等啊 至于你说现代的意大利人是什么人的后代呢 应该是串了吧 就有罗马人 有这个就是哥特人啊 就是因为他是一遍一遍的被洗过了嘛 那有希腊化的这个这个拜占庭人 所以他应该是多民族混血这样的人的这个后代 其实啊 咱们讲就是这个日尔曼顾云军首领废掉罗姆路斯 废掉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的时候 你也很难说罗马就都是罗马人了 早就是一个民族大杂话 是吧 就咱们讲这个西洋人他没有咱们这种强烈的什么华夷之变啊 什么这种民族成分的这种概念啊 所以罗马人到最后公民权是给的很烂的 是吧 元老院里在凯撒时代的元老院里边就有什么高卢的元老了 西班牙来的元老了 他这个这个人种是串的这个很很很烂的啊 很烂的 是吧 好 这个会员朋友KD啊 问了一个这个问题啊 这个说元老师您好啊 这个近来好奇 用对勾这种标记方式 有没有明确的起源啊 例如来自具体的文化背景或者行为习惯啊 对勾啊 这个你要说有起源呢 是来自于这个汉朝的政宣啊 解读周理的时候啊 他把周治里边的审计啊 审计的时候呢 提出呢就是勾考啊 所谓勾考 这个勾考呢 勾本来是鸟爪兽爪 后来延伸出呢以勾为取 以取为规啊 也就是规矩的意思 所以这个勾考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考核 你看那个谁 呃 蒙哥 那嫉妒这个忽必烈 是吧 却觉得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要这个 呃 要权力太大 要造反 就派他的一个心腹下来 勾考 就这么个意思 那其实这个勾考呢 就是就是表示这个考核的意思 那考核 考核的结果呢 画勾 表示通过 那表示通过 古籍里面呢就会出现什么这个勾用度物啊 勾茧啊 这种说法啊 说的就是审计啊 具体说那个打勾的习惯 那最要最有名的呢 就是咱们听说过那个死刑犯啊 不是都打勾吗 是吧 就是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那个看那个就是前门那点 那个中级人民法院 那会儿呢死刑犯都是要贴布告的 都是有人枪毙 那最后就是死布 院长谁是谁 啪 打一打鸿钩 还是要打勾 就是勾到啊 最典型的 你看那个皇帝在冒秦殿啊 就是前秦宫边上的小佩殿 冒秦殿勾到啊 每年秋决的犯人 是吧 然后皇上呢 要要看 看完了之后 一个一个打勾啊 就是同意刑部 这个判这个 这个判死刑的名单 他要打勾啊 打勾 但是据说要饶撒啊 据说饶撒 天饶一个地饶一个 镇饶一个 剩下的都出死了啊 那就是看你这个积德不积德了啊 那个祖上积德 没准你就在那皇上饶的那仨里边 那不积德 或者你名字起的好不好 可能看这个了吧 所以这个这个 那打勾就是 从汉朝这么来吧 这么来的这个习惯啊 然后呃 会员朋友 NOTATALL 问那个问题啊 请问老师 为什么欧洲中世纪出了不少女性君主 同属封建制度的先秦 中国先秦 没有女国君 同属欧洲环境的西罗马 也没有啊 这是跟日耳曼人是有关的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先秦也好 罗马也好 他都是定居民族啊 而这个日耳曼人的是游猎的民族 妇女要从事生产 所以妇女在社会各方面的地位 是高于这个农耕定居民族的 在任何时代 其实都这样 你妇女地位高 参与生产了 你地位高了 你才能够这个就是经济地位上去了 你才能获得政治地位 道理是一样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 你像这个辽 这个什么这个蒙古 甚至包括满洲 女性的地位就是高 女性就是比汉族王朝 女性的地位就是高 当然了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反而是出现在这个 这个武则天 反而是出现在唐朝 可是李唐大有胡人气 大有胡气 所以辽国 你看那些萧太后 甚至你到西辽的更不得了 耶律大使的这个 这个就是 媳妇能够这个掌权 而得建立年号 然后到耶律大使的这个闺女 就是这个人宗耶律一列的这个妹妹 耶律普苏丸 也能够掌权 还能建立年号 你中国你太后 除了武则天当皇帝有年号 太后不可能有年号 慈禧不能有年号 她得同志多少年 光绪多少年 她不能慈禧多少年 对吧 但是人家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感天后 塔不燕和这个这个 耶律普苏丸 都有年号 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 就是游牧民族 女性地位高 所以咱们现在 再加演一样 谁挣钱多 谁地位高 对不对 除了男的特别怕媳妇的 另说的 一般来讲都是这样 谁谁这个挣钱多 谁地位高 所以她是跟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渔猎民族 这种女性的 在生产当中的 这个地位高有关 而你古希腊也好 古罗马也好 包括中国先秦也好 妇女不从事生产 你自然社会地位就高不上去 道理非常简单 好 然后这个会员朋友谢尔曼 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袁老师 有种说法说 美国开拓移民 大多是清教徒 所以道德水准普遍较高 而美国的立国先贤们 也曾经说过 美国宪法只适用于那些 有道德与信仰的人们 请问确实如此吗 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事件 或者法律条文可以佐证 这个吧 说实在的解释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得分时期 美国刚建国的那会儿确实是如此 立国之初法律受基督教的影响 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很深 甚至可以说 一直到20世纪初期 美国都是一个基督教底色 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每一任美国总统宣誓的 都是按着圣经宣誓的 一个行政首脑的就职仪式 要用一本宗教的这个经典 就很能够体现这个宗教色彩 那么二战结束之后 大量非基督信仰的人移民美国 就改变了美国的宗教环境 但是呢 有关清教徒道德水平高还是不高 这个值得商榷 道德水平跟信什么 没关系 哪都有圣人 哪也都有小人 好 这个会员朋友 XTREMZERO问了一个问题 求乐园老师翻牌 为何汉治三国 封王多一字 到了两进诸王就变成两字王了 我看呢 还有一些一字王 改封两字王 两进封王有没有什么标准 没有什么标准 咱们讲过一字王 后来的话讲是亲王 两字王是郡王 那么在这个亲王郡王这个称呼 是这个南北朝的时候 陈朝才有 陈朝以前呢 他不叫亲王郡王 那就是国王和郡王 一字王基本上都是国王 宋其良臣 这王 这都是古代的国名 你包括这个 什么秦旗楚焉 赵卫寒 封你为这些王的 什么梁王 这都是一字王 这就是国王 那两字王呢就是郡王 林姿王 李隆基 什么颖川王 汝南王 早庄王 就蓝陵王 蓝陵王 石家庄王 这就是郡 一个郡的郡王 所以他基本上呢就是说 如果你跟皇帝的关系很近 他的亲兄弟 他的这个亲儿子 这个一般一字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如果比较远了 比如侄子什么侄儿孙了 什么唐兄弟了 唐侄儿什么的 这个两字王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 就这么个意思 你跟清朝也一样 封亲王的 那都是跟皇帝关系非常近的 封郡王的 你像这个开国那八大铁帽子王 这个 客秦郡王 顺承郡王 都是戴善的子孙 这个李亲王的子孙 那就你们家不能一门出撒亲王 就封郡王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会员朋友们的提问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 然后下一期看看朋友们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在会员节目里接着翻牌 谢谢朋友们